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个人理财避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债券的港湾,稳健理财的避风港 二,退休归华的时钟,倒数理财的智慧 三,教育基金的种子,培育未来的绿洲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债券的港湾,稳健理财的避风港 各位同学,投资爱好者,以及那些在股市的惊涛骇浪中摇摇欲坠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在金融海洋中被誉为稳健理财的避风港的存在,债券 首先,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打破债券那种乏味的刻板印象 想象一下,如果股市是那种喜欢跳伞,攀岩的极限运动爱好者 那么债券市场就像是喜欢在公园里悠闲散步的退休老人 股市充满了刺激和不确定性 而债券则提供了一种相对平稳的收益 债券,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借款协议 当你购买债券时,你实际上是在借钱给发行债券的实体 这可能是政府,公司或其他机构 作为交换,债券发行者承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还本复息 这就像是你成为了银行 而政府或公司成了向你借钱的客户 现在,为什么债券会被看作是避风港呢?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通常提供固定的利息收入 而且如果你持有到期的政府债券 那么你的本金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除非你借钱给了某个决定不还钱的政府 但这种情况相对罕见 这就像是在金融海洋中的一艘稳固的船 即使海浪再大,它也能保持相对稳定 但是,别被债券的稳定性给骗了 他们也有自己的风险 比如,如果利率上升 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 因为新发行的债券提供了更高的回报 这就像是你在避风港中安静的钓鱼 突然发现水位上升 你的小船不再那么安全了 还有一个风险是通货膨胀 如果你持有的债券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 那么你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在下降 这就好比你在避风港中的小船上晒太阳 却没有注意到你的防晒霜已经过期了 不过,总的来说 债券确实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投资选择 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喜欢过山车般的 股市波动的投资者 他们提供了一种平衡风险和回报的方式 就像是在你的投资组合中 加入了一个稳定的锚 帮助你在金融风暴中保持稳定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说债券 是稳健理财的避风港时 你可以微笑着点头 因为,你知道 这艘船虽然不会带你去冒险探索未知的海域 但它会确保你在大风大浪中安全归航 只是别忘了 即使是最安全的港湾 也需要偶尔检查一下是否有漏洞 毕竟,没有什么事 完全没有风险的,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退休规划的时钟 倒数理财的智慧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即使是年轻的时候 也不应该忽视的话题 退休规划 你可能会想 哎呀,我还年轻 退休的事情 那是老年人的事情 但是 我要告诉你 退休规划 就像是一场慢慢煮熟的青蛙 如果你不及时跳出来 等你意识到的时候 可能已经晚了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一个事实 时间是个调皮的小精灵 他总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溜走 所以 我们的退休规划时钟 从你拿到第一份工资的那一刻 就开始倒数了 想象一下 这个时钟不是滴答滴答地走 而是滴答滴答地吞噬你的金钱和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倒数理财的智慧 首先 你得有一个计划 不是那种我希望65岁退休 然后环游世界的模糊计划 而是具体的 数字化的 可以执行的计划 你需要知道你每个月要存多少钱 你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 以及你需要积累多少资产 才能安心退休 接下来 就是开始行动了 这就像是种下一棵树 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 那就现在开始吧 利用复利的魔力 即使是小额的定期投资 也能在退休时中走到终点时 开出丰硕的果实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风险管理 你不会想在退休前夕 发现你的投资组合 因为市场的波动而缩水吧 所以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的投资组合 也应该逐渐从高风险转向低风险 确保你的硬赚钱 不会在最后关头打水漂 最后 记得享受过程 退休规划并不是一场痛苦的结石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盛宴 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场盛大的派对 而每一笔投资 每一次财务规划 都是你在邀请函上贴的一枚邮票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把退休规划的时钟 调到最佳状态 让倒数变成增值 让智慧的金钱种子 在未来开出璀璨的花朵 记住 退休规划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而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现在就开始 未来的你一定会感激 现在的你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教育基金的种子 培育未来的绿洲 各位听众 学生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看似干燥 却又充满生机的话题 教育基金的种子 培育未来的绿洲 这话题听起来 就像是某个环保组织的口号 但其实它关乎我们 每一个人的未来 首先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 来打开这个话题的大门 想象一下 教育基金就像是一个农夫 而这个农夫的工作 不是种植蔬菜或水果 而是种植一个个聪明的小脑袋 这些小脑袋就像是种子 需要水 芝士 阳光 启发 和肥料 资源 来茁壮成长 没错 这个农夫 可能不会对你说早安 但他会给你一本书 和一个问题 让你的思维 开始一天的冒险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种子 教育基金的种子 不是随便撒在地上 就能尝出成果的 它们需要精心地挑选 培育和投资 这些种子可能是奖学金 研究资助 或是创新教学计划 它们的目的是 为了让学生能够在 知识的土壤中 神神扎根 最终开花结果 但是 这个过程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有时候 这些种子 会遇到干旱 资金短缺 洪水 教育政策的变动 或者害虫 学术不成性 这时候 我们的农夫 也就是教育基金的管理者 需要展现 他们的智慧和耐心 确保这些种子 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来 甚至茁壮成长 当然 当这些种子 最终尝尝了茂盛的树木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这片绿洲 就不再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些果实 也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 将会成为社会的栋梁 他们的创新和智慧 将为世界 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性 最后 我们要记住 每一个受教育的孩子 都是这片绿洲的一部分 他们的成长和成功 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 也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所以 让我们一起 为这片绿洲浇水 施肥 让教育的种子 茁壮成长 为未来繁荣的绿洲 奠定坚实的基础吧 谢谢大家 希望这个小故事 能够让你们对教育基金的种子 培育未来的绿洲 有更深刻的理解 也希望它能够激发 你们对教育的热情 和对未来的憧憬 总结来说 债券是一种 相对稳健的投资选择 可以提供固定的利息收入 并且在到期时 保障本金 大多数情况下 尽管债券也有风险 比如利率上升 和通货膨胀 但它们 作为一个稳定的锚 可以帮助投资者 在金融风暴中保持稳定 退休规划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即使在年轻时 也要开始考虑 通过制定具体的 可执行的计划 定期投资并管理风险 我们可以确保 在退休时 享受稳定的财务状况 退休规划 不仅是一场结石 更是为未来的自己 准备了一场盛大派对 教育基金 是培育未来的绿洲 为学生提供资金支持 和教育资源 让他们在知识的土壤中 茁壮成长 教育基金的管理者 需要展现智慧和耐心 确保这些种子 能够在逆境中生存 并取得成功 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 将成为社会的栋梁 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 和可能性 最后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对债券 退休规划 或教育基金 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分享 和探索这些话题 为自己和未来的世界 创造更美好的可能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行为